大英姊妹早晨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视频上聚会 我们开始一切低头祈祷 亲爱天上一包库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大爱 你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 每逢我们遇到困难 或者挫折 你都以我们同在 你都保守我们 你的象扶持我们 你的肝引领我们 我们实在献上满心的感谢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再次多谢你 你值作时贫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起到 赞美敬拜 求你 在时候都先 赏免我们一切的罪污 要恕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有心无心的 恬求天父 你都洁静 好求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来到你面前 歌颂你 敬拜你 天父 你知道 疫情 最近都爆发 神啊 恬求你大能的旁臂 保护我们 神啊 我们都愿意 将这个疫情 都加你手中 因为你是掌管 以宙 万物的神 我们多谢你 我们都更感谢你 你再用 树木诗 在今早 来到和我们 分享信息 今天他讲到诗篇138篇 我们恬求圣灵 如果同在 都藉着宋牧师的 讲解 能够 帮助我们 藉着你的说话 来到 鼓励我们 让我们的灵命 得到帮助 得到依靠 神啊 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 更多的亲近你 更多的向你祈求 因为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包袱 你是随时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多谢你 我们愿意将今天的聚会 完全摆上我的交托 求你严立我们 在你面前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我们感谢天父 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耶稣名求 好 让我们一起唱 第一首诗歌 就是 神大爱 我唱出 神大爱 神起有难成的事 人生路 尚起点 你华语 叫我永不动言 在世间 能与你 迷了流 有主人道 尚诗人 尚看顾 你将扶持 你干人 何时我跌倒 何时你扶持 为难以风雪 你必必有 前途在你手 欺我到白头 守护我 守护我 从今天起 直到永远 我唱出 神大爱 神起有难成的事 神起有难成的事 人生路 神起点 你话语叫我永斑动业 在世间能与你 迷了路有主人到 尝诗人尝看顾 你将扶持你看人历 何时我跌倒 何时你扶持 危难与风雪 你必未有 前途在你手 牵我到白头 守护我 从今天气 直到永远 守护我 守护我 从今天气 直到永远 好 我继续唱另一首诗歌 就是《土告歌》 这首诗歌呢 它讲到土告是如何帮助我们 它最后 一次是这样讲到 土告就可以 土告可以释放主的华语 土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 土告可以以主更加熟悉 土告可以以主相交甜蜜 祝福就为祝福就为祝福就为祝福的华语 祷告可以 聚散黑暗势力 祷告可以 释放我的勇气 祷告可以 明白全的真理 祷告可以 交动生命能力 祷告可以 借故生命根基 祷告可以 完全看清自己 祷告可以 聚散黑暗势力 祷告可以 监督天国欧米 祷告可以 聚散黑暗势力 祷告可以 修佛与主关心 祷告可以 释放主的话语 祷告可以 明白主的心意 祷告可以 与主更加熟悉 祷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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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爱永不止心 好 我唱最后一首诗诗歌 就是《我的传言在你里面》 诗歌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 求你留声听我的祈求 如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 求你则以听我的呼求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因我的传言在你里面 比上你远近 合上你双手 来到高传中万物的主 他有年明恩典 不经意发怒 且有分身的慈安 求你留心 听我很久的声音 求你留心 听我的祷告 唯独 唯独 你是独行 启示的神 你良相 乐意要赎人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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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团牌 我的成员在你里面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彻底我目求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团牌 我的成员在你里面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合向你双手 来通告 传教万物的主 祂有念 命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分身的慈安 求你留心 听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留心 听我的祷告 求你留心 听我的祷告 唯独你是独行 启示的神 你良相 乐意要赎人 愿我的祷告 达到你面前 求你彻底我无求 你是我力量 是我的团盘 我的成员在你里面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彻底我无求 你是我力量 是我的团盘 我的成员在你里面 我的成员在你里面 我唱诗到这里 继续有广度 将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亲友平安 又再一次我们 在先上来崇拜 求主都让我们能够 很专心地敬拜神 我们先有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里面 我们多谢你 因为在你里面 你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 我们都恩求主 在这个气候变迁 加上疾病的威胁的时候 你保守我们 每一个信靠你的人 我们更加相信 你的慈爱 普及整个世界 任何一个愿意 去遵从防疫规定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都愿意 你都一样个保守 看顾 我们更加恩求主 透过一些诗歌 和我们思想 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时候 你建立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里面 靠着你的话语 我们的信心增长 我们的心能够坚定 能够平安 我们多谢你 愿你的话语 建造我们的生命 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讲到祈祷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的 人既然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 做出来 当然 神这样做我们 照着神的形象样式 我们自然就帮神 是有一种沟通的本能 亦都有一种 我们想要帮神沟通的需要 当我们未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背景 来去长大的时候 我们都会向一位 我们相信和我们认为是神的 一位神明来祈祷 来祈求 其实这个就是祈祷 如果人们说他不懂得祈祷 其实他不是说不懂得祈祷 只不过他的意思是说 他不懂得祈祷的时候 说得很有文露 很动听的讨词 其实祈祷不需要动听 祈祷也不一定要说到很有文露 因为祈祷最需要是什么呢 是诚心 可能你说是 最重要是诚心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除了诚心之外 你更加要 祈祷的对象是要正确的 有了诚心 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 这样才祈祷才有果效 譬如说 如果我的身体不舒服 有朋友就劝我 哎呀 或者你真的要入厂了 那我就去找一位 整车的师傅 那我就叫他 哎呀 你帮我查一下 我身体很多不舒服 那那个整车师傅呢 我相信你都会知道 整车师傅当然是说 喂 我是整车而已 我不是整个人的身体内壮的 你要入厂就不是我这间厂 不是个body shop 你要入厂是医院 我们很诚心地 想要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我们去入厂 但是我们入错汽车厂 就不是进去医院那里 那我们找错了对象 我们就不会得到 我们需要得到那样东西 你只是说个笑话 其实呢 祈祷除了诚心 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 就是那一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我们向这一位神祈祷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去到祂的面前 如果有了真诚 有了正确的对象 那祈祷就简单了 祈祷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祈祷就是我们帮这一位 创造天地的神来去谈计 谈计就好像 父亲和儿女 很亲切的对话 又好像一棵树的树干 和树枝那种生命的连结一样 这么密切 这样就是祈祷了 原来祈祷这么简单 这样人人都可以祈祷了 真的 虽然说祈祷这么简单 人人都可以祈祷 不过有时候我们又会问 为什么要祈祷呢 为什么要祈祷呢 神既然是全能的神 祂又是全知的 又是全智的 即是智慧的智 神既然是全能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没有什么难得到 祂又知道怎么做 和祂又认识到人的需要 总之是全能的时候 神需不需要我们人 给一些建议呢 神需不需要我们人 告诉他怎么做呢 神需不需要我们 去告诉神 哎呀某某人他需要什么 某某人又需要什么 你去帮一下他 神需不需要我们 来去说给他听呢 如果不用 那为什么 有圣经里面都记载 耶稣都鼓励我们 要常常讨告 不可灰心 为什么要祈祷呢 诗篇138篇 或者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那我们先读了这个诗篇 138篇 之后八节 我们可以读 大卫的诗 我要一心称借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华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或者译造超乎你的名声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借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应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全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 这篇诗篇的背景 一开始我们看到是大卫的诗 但是除了这个话 这个线索大卫的诗之外 就没有什么很多资料 给我们知道是什么背景 所以有很多学者 就去做各样的推测 其中一个这样的见解 就是这首诗的背景 可能起源于 就是大卫做了以色列 和尤大的王 即是大卫做了尤大王 大概八年之后 或者七年多之后 就统一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国 就是南北统一 南北统一 大卫成为统一了以色列的王国 这件事是神在大卫的身上 对以色列的一个旨意 也都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 就是大卫的先祖所答应过的一件事 这个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 我们看第一第五第六字 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要向他显然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从今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以立你作多国的父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这个是神的应许 各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所以大卫做王 这件事都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一 但是周围的那些邻国 他们就不是那么喜欢 去见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以色列 他们更加不愿意 见到一个以色列出了一位明君 他们希望以色列继续分裂 继续有一些不好的人来带领 他们希望以色列继续衰弱 但是大卫他面对这些外敌的压力的时候 他就祈求神的帮助 他说我呼求的日子 你应运我鼓励我 我心里有能力 大卫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 他就呼求 他也都相信 而我说必成全关乎他的事 成全关乎他的事 他的意思就是成全 神在他身上的神的旨意 那些事情 他的祈祷得到了英运 这一篇诗三十八篇 就帮助我们去明白 当一个人的祈祷蒙英运的时候 会带出一些什么的果效 通常我们会说 为什么要祈祷呢 我们要祈祷呢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有些原因出来 现在我们试试 调转另外一个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祈祷呢 如果我们的祈祷得到英运 就会带出什么什么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不祈祷呢 所以以其问 为什么我们要祈祷呢 我们就递回来问 为什么不祈祷呢 没有时候我们问 英文说why 不如我们问why not 当我们的祈祷得到英运 带出一些好的效果的时候 咦 是这样吗 那为什么不祈祷呢 这篇诗篇 让我们看到 祈祷带出几个的果效 首先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 他说我要一心 清謝耶和华 在诸神的面前 去歌颂神 他要在诸神的面前 就是其他那些伦邦 是一些多神的宗教的 一些民族的国家 他说我要在这些人 这些伦邦的面前 是清謝耶和华 赞美神的名 第二节有一句 是我们比较难明白的 红色那些地方 是因你 使你的话 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那神的话 和神的应许 他们不是一样 神应许我们 答应我们的时候 就是用说话 说给我们听 究竟这句话是怎么样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算很多的学者 在看希伯来文 都有各个不同的意见 觉得比较难以理解 这句话 所以就引起很多的讨论 其中有一位 专系教授诗篇的学者 他就指出 原文的意思 比如这里红色的字 因你使你的话 显为大 超乎你的名声 原文的意思 他认为 先说你的话是什么呢 神的说话 这一道神的说话 就不是说到整本的圣经 都是神的说话 这一道所说的 神的说话 你的话 就是说 神啊你答应我 当我祈祷的时候 你应允我 你向我承诺的那些说话 通常我利用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神给我的应许 那些说话 超过神的名声 神的名声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读圣经 特别是旧约的时候 有不同的地方提到 神有一个不同的名字 那究竟神的名字是什么呢 其实呢 当那些人提到神的名字 往往呢 往往呢 就是反映了 那一个人 对神的 在他的生命里面的 那个经历 所以当提到神的名 其实就是说 那个人 对神的 在某一方面的 那个经历 比如亚伯拉罕 有一次他经历到 哎呦 耶和华以勒 即是说 哦 耶和华是一位 为我们预备的神 那些人 当他吩咐亚伯拉罕 做一件事的时候 原来呢 看来好像很难 结果是神 为他预备了要做的事的时候 那些需要 耶和华以勒 是耶和华为我们的需要 预备的神 所以呢 当说到神的名字 你的名声 就是说到 在这里 大卫说 就是他过去对神的那些认识 对神的那些经历 所以这句话呢 意思呢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合议 他说 你呢 使你对我承诺的那些说话 是超过了我过去 对你所有的认识和经历 即是说大卫因为神 隔外的英运去祈求 给他呢 超过他过去的那些经历所有的 即是说过去他经历到那么多 现在呢 神答应他一些说话给他 因为祈祷呢 他的那个经历呢 再更高一层 至于神呢 又更深一些的经历 这样的经历呢 就格外 即是 提升了大卫 他那个心里面的力量了 第三节下半 你见到 你就英运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使得大卫觉得呢 因为他的祈祷 神应允他 而神应允他的这些承诺呢 竟然间呢 比他过去的那些经历更加深 更加多 所以他心里面的力量呢 就更加刚强起来 这个呢 就好像 司徒保罗伊伊佛所书里面 讲的说话 神能够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 匆匆足足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于是呢 大卫呢 就勇气十足地 去面对他那些的邻角 在诸神的面前 就是呢 这些的多神 教的那些外邦人的面前 那些周围的邻邦 在这些人的面前呢 勇气 哀胆地去歌颂 去赞美神的名 歸荣耀给神 当我们更深的 更多一些经历神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充足的信心 在外人的面前去赞美神 去感谢神 去传主的福音 所以神对我们的祈祷 的应允 成全就扩大了我们对神 那个伟大的形式 也都促使我们呢 去更有信心地去赞美神 去荣耀神的名 原来祈祷呢 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 那为什么不祈祈祷呢 另外呢 第三节都值得我们留意的 大卫说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那个力量 高强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呢 我们就很期待神呢 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呢 神并没有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 好像没有解决我们那个 遇到 遇到的 那些困难 相反的 在这里呢 神是在私人的里面 来去改变他 使到他刚强 使到他心里面有力量 来去面对 他那个困难 留意神有时候不是改变那个环境 拿去那些困难 而是给我们的力量 刚强起来 最近呢 我收到 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夫妇的 一个短信 这一对的朋友呢 认识了他很久 他们住在东部多伦多那里 每次去多伦多 有时都有见面 但是呢 我放假呢 人家不放假 所以没有什么机会 很多个聊天 那最近呢 就收到他的一个 短信 一封信 因为多伦多都是 那个疫情的缘故 教会没有实体的聚会 他就写一封信 给他 给旧的弟兄姊妹 多谢弟兄姊妹 都有关心 什么事情呢 原来呢 他的先生 其实他刚刚退休 都是三几年 但是他先生患了癌症 医生在圣诞之前 告诉他 已经呢 扩散 去到第四期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 一听到这样的消息 一对恩爱的夫妇 听到自己的先生 有这样的情况 一定是很闷 但是他的信 那个子女行奸 就不是被他们觉得 是一种悲伤 我回回给他的信 我大概五成 我在子女行奸 我可以感受到 你们对主耶稣基督 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心 因为当他提到 他的先生病的时候 他就说到 我先生呢 就来要移民了 那我看到移民 我心里面 未看下面的时候 哎呀 又要 他们要搬去哪里呢 原来呢 跟着说 要移民上去天国那里 从他整个信里面 那个语调的用词 那个语气呢 我可以感受到 他们是很有信心的 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是 所以 我回给他的信里面 到最后尾那里 我又这样写 我说 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 对人的爱心 和热情 对天上的盼望 的坚定 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我读他的信 我很感受到 面对着一个困难的时候 这位姊妹 这位弟兄 他们的信心 令到他们心里面 有十足的平安 这个呢 就是好像诗人这里说 我呼求的日子 你应运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当我们病危的时候 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呼求神 我们病 我们呼求神 医治我们 神是否可以 无限次数地医治我们 无限地延长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不行 总会有一天 圣经里面都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罪 已经得到 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死 救赎了我们 赦免了我们 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个审判 所以 神不一定要医治我们 但祂一定会 加给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让我们强强起来 让我们面对 我们的不同的环境处境 都好 我们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平安 所以如果祈祷能够使得 我们去经历神更多 经历神 一些过去我们都未曾经历 好像大卫说 你对我的承诺应许 是超过我过去对你的名字的 那些经历的认识 是更上一层流的 这样我们为什么不祈祷呢 求主鼓励我们 要多祈祷 好 接着第四、第五节那里 大卫又说 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清謝你 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 这两句圣经里面充满着 就是对神那种的清謝和赞美 祈祷的蒙英韵 是可以使得我们 在未得到福音好处的人去作见证 好像这里大卫说 地上的君王都要来清謝你 地上的君王 当时他那些轮角周围的君王 是未认识神的 但是大卫说 有一天他们都要清謝你 大卫他那个得性 而成为统一个以色列的君王 这件事都证明了 耶和华神是被他周围的 那些伦邦的人所拜的神 是更加超越的 神亦都被伦邦的领袖 是更加强而有力而超越的 大卫更加祈求 有天其他君王都要一同的赞美神 清謝神 好事盼望整个世界都会认识神 耶稣都教我们有一个祈祷 在我们很熟悉的公讨文里面 主耶稣说 有一次那些门徒就 求主耶稣教他祈祷 主耶稣说这样祈祷 你们祈祷的时候要祈祷这些事 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臨 愿你的子行在地上 就好像在天上一样 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就好像大卫这里说 地上的君王都要清謝你 赞美你 有时候 我们或者会想到 每个人都清謝神 因为神得荣耀 神得到荣耀 与我何干呢 神得到荣耀 帮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有时候想来想去 有什么例子 我们可以去想想 譬如 中国人 在四十多年前 我还是少年的时候 看那些电影的时候 看到李小龙的电影 有一部电影 看下去 我们是 真是很不想看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日本去 和当时的中国 职若的时候 在清朝的时候 很多列强来到中国 这个又租借这里 因为租借那里 很多租界 甚至日本是 从东北一路来 去侵略中国的时候 有一部电影 《李小龙》那里 有一句话 大家相信 你会有这个回忆 就是说 中国人与狗 不可以进入 这个大屋 这个花园里 中国人与狗 不可以进入 这个 我不知道这是真实的事 或者是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情节 是想要 讲出当时 中国人所受的 欺凌和歧视 因为国家约 在这几年里面 就有点不同 在大概四五年前的时候 当我有机会去到 中东一些地方旅行的时候 除了以色列这个地方 还去到若旦 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因为我的面孔 一看下去 是中国人 一班都是中国人 那些人就会说 China!China!Chinese! 接着就说几句国语 谢谢!你好!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想做生意 但是 当中国的经济崛起的时候 似乎华人的面上 都好像有光 中国人与狗 不可以进入内 那句话 这个时候就不会再说了 这个或者 就是有少少的反映 当一个国家都轻盛起来的时候 那些人民就好 当神的命得到荣耀的时候 那基督徒又怎样呢? 当人人都 你是基督徒? 当神的命得到荣耀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就更加容易 更多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 不是为我们的好处 而是为了商要更多人 得到福音的好处 而且在《施道行传》里面 有一个例子 可能更加清楚一点 就是 当初期教会的时候 《施道行传》第二章 当时教会得到圣灵 充满他们做了很多神迹歧视 特别他们很多爱心的行动 令到众人 对当时那班基督徒都心传敬畏 《施道行传》有很多奇事神迹 当时那些人对新兴的教会 他们那种伤爱 他们那种能力 那种道德德行等等 众人都心传敬畏 另外一个就是 第五章第十二十三节 主席仕途的手 在民间行了很多神迹歧视 他们就是那些信的人 同心合意的 在所罗门的朗下 在圣殿的一个地方 其余的人就是那些 在那里走出走入的其他人 就摸个键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当时那些人 见到这一班信徒 他们那种同心合意 他们那种相爱 他们那种能力道德 百姓却尊重他们 当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 福音的能力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祈祷 能够使得我们 更加经历神的能力 使得神的名得到荣耀 为什么不祈祷呢 为什么不多多个祈祷呢 最后一段 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 要说虽高仍然看顾低眉的人 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然走在患难里面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要说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要说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受所做的 这里大卫虽然他的祈祷 上面那两段讲到 是他的祈祷呢 得到神一些特殊的英韵 使得呢 神在外邦中都得到尊崇 得到称赞得到荣耀 而他自己的心里面的力量 又刚强起来 他更加期盼有一日呢 全地都尊崇耶和的命 地上的君王都赞美神 神的命得到荣耀 但是 现在实在的环境呢 大卫虽然过去 经历了神很多的那种的英韵 现在的生活 他仍然在面对着一些挑战 他仍然在患难里面 也说过去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 但是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可能又会再有 预见一些困境都不一定的 所以大卫仍然需要 顺靠仰望这位神 相信这位神是看顾低微的人 他说我虽然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他还相信 要我必成全关乎他的事 成全在他的身上 神的旨意的那些事 在《士郎传》里面 又记载另外一个事件 第27章里面 记载到保罗 因为信仰的缘故 被捆绑压解到罗马 那个地方 因为那些人去審判他的时候 很不公道的时候 因为他有罗马籍 所以他说 那些人要上高到海撒大帝 那里 所以 罗马那些官 要将他送去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要将他送去罗马 那里 他们坐船 当他们坐船去到那地方 看到 看到 因为有些风浪 不顺的时候 保罗曾经 劝那些人 他说 我们 这样出海 很危险 我们应该 等在这个地方 过冬 但是那些人 走船的人 当然是听船长 怎会听保罗这个人 又不是航海家 所以就不听保罗 就听船长 结果当他们出海的时候 遇见很大的风浪的时候 非常危险 丢了船上的东西 使船減轻一点 但是也不行 非常危险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的时候 有一天 保罗就帮他们说 第23节 他说 因为昨夜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的使者 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海撒的面前 并且神把安全赐给你和同船的人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保罗是安慰同船的人 他说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都要怎样成就 保罗开始讲话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你们应该听我说 不要出海的 但是没办法 现在已经出海了 好了 不要为那些事 再想什么 现在大家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 应该要吃东西 保持身体的力量和健康 然后安慰那些人 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神站在我旁边 帮我说 这个就是保罗在夜晚祈祷的时候 神去安慰他 说给他听 他说你不用怕 你一定站在海撒的面前 这个就是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 要带领保罗可以去到海撒大帝 可以在那些掌权者的面前 来去为神作见证 这个是神呼召保罗的时候 起先已经有了的旨意之一 所以神要成全 关乎他的这件事 所以他就说 你们放心 我信神 怎样对我说 事情都会怎样成就 这个是保罗的信心 保罗相信 神一定成就关乎他的事 而他亦都因为这个祈祷 他就能够有那个充足的信心 来去为人作见证 所以这一段的圣经 就好像反映刚才所说的第二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 可以向微得福音的好处的人作见证 亦都知道他深信神 在他身上的知 一定造成 有这么多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不祈祷呢 所以在今年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但愿我们更加激励 我们自己多点祈祷 将你的心愿告诉神 但愿我们的心愿不是自私的心愿 我们的心愿都能够 就像诗人那样 祈求神的名得到荣耀 祈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多点工作 使到我们的生活行为 是令到神的名得到荣耀 我们也都祈求神 有个经历你 你都说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必亲近我们 求主在新的一年开始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立志 更多在你面前祈祷 更加去透过在祈祷里面 你去关心未得的人的需要 帮你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使得我们成为 你的爱的流通的观子 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讯息到这里 多谢大家 多谢苏牧师的正道 继续我来唱回应诗歌 就是唱吐告歌 哎呀 祷告我可以 使法属天能力 道高可以 幸福周的帝迹 祷告可以 驱散黑暗示你 祷告可以 释放我的勇气 祷告可以 明白全被证明 祷告可以 交动神的能力 祷告可以 坚固生命根基 祷告可以 完全看清自己 祷告可以 祷告可以 解渡天国欧名 祷告可以 与主圣灵相遇 祷告可以 倾听圣灵声音 祷告可以 修复与主关系 祷告可以 说法主定话语 祷告可以 明白主的心意 祷告可以 与主更加熟悉 祷告可以 与主相交天命 祷告可以 祷告可以 让爱永不止心 好 大家一起起立 我来唱赞美诗 祷告可以 祷告可以 祷告anden 紅人 賜美聖地 害我貌伸 賜美三位 合一贊神 繼續有祝福 將時間交給宋牧師 祝大家憑信心領受從神而來的祝福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扶持 尚願你們同在 從今 直到永遠 阿們 我們今天的崇拜段落結束 謝謝大家